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位老师对着一名学生又揪耳朵又扇巴掌 而班级里的其他同学就在一旁看着 老师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小黄说了 自打他看完视频里的这一幕 他这当妈的心都要碎了 我就想了可能是拍一下或者是调皮的什么 我就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 说妈妈如果我死了你是不是很伤心 我当时就觉得小孩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说你胡说什么呢 然后他说老师那么大的手 用那么大的筋打到我的脸上 我真的觉得脸都是太晕了 一开始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 小黄心里也没太在意 可日子久了 这小黄心里便犯嘀咕了 难道孩子真的在学校被老师打了 又到底是为了啥事呢 之后他便去了学校 想找孩子的老师和学校校长了解情况 但校方却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跟老师也沟通了 我把那个视频也看了 你所说的老师抽孩子的耳光 根本是不存在 是这样子的 就是孩子说的 可能也不太清楚 你要相信你玩的 不是说我相信谁的 我就是说那咱可以把视频 调出来看一下这个可以吗 你是没有权利看视频的 校长这样的回答 让小黄觉得很委屈 为了弄清楚事实 小黄报了警 这才调出了班机的部分监控视频